中研院长翁启会任期到今年10月 今天中研院召开了评议会临选下届的院长 七个小时的会议之后 选出了三位院长候选人 中研会在一个月内把名单送到总统府 由总统亲自签选任命 本次会议也顺利选出三位候选人 那将依组织法的规定 在会后我们会选正式公文程序 担保总统府 曾请总统临选并任命 经过一整天的评议会议 最受外界瞩目的院长候选人名单 终于顺利出炉 而今日深陷号顶案风波的 中研院院长汪启会 虽然一早刻意避开记者 从后门直接进入院内主持 却也不忘在下午的记者会中 表达最深谦意 跟全体评议员道歉 由于这一段时间以来 造成中研院院形象的受损 以及社会的纷扰 表达12万分的歉意 评议会中 针对下一届的院长候选人 最后由四人之中 再依照规定选出三人 而对此副院长王范森也表示 整个过程大约花了两个小时讨论 过程相当平和 对于下一届院长的期许 更是希望可以达到这四个标准 这四个标准是始终 第一个就是学术的成就 第二个是要有开阔的胸襟跟高度 第三个要有行政的能力 第四个要有前瞻的眼光 大概是这样子 而在会中除了讨论出院长候选人 院士候选人名单也在今天公开 总共有41人 共分为4组 其中数理组 9人 工程科学组 10人 生命科学组 17人 人文及社会科学组 5人 最后的当选名单将在7月揭晓 UDN TV 王燕君 岳嘉宁 台北报道